大家好,我们上期讲了有些食物生吃熟吃各有功效 这期我们接着讲上期的话来聊一聊 有哪些食物最好不要生吃 它就会威胁到我们身体健康 第一个素材就是豆角 豆角它不单指云豆 它更包括四季豆、扁豆在内的多种豆角 它含有一种叫做凝极素的毒物质 而这种物质只要在讲它煮熟之后 才能彻底的消失 否则它就可能引起中毒 严重时可能会影响生命的健康 第二个是菠菜、芥菜之类的 菠菜、芥菜这一类蔬菜中含有硝酸盐 硝酸盐本身对身体伤害不大 但是一旦进入人体之后 在体内微生物的作用下 就会转化成亚硝酸盐 然后就和体内含氮化合物 组成一些比较强的致癌物质 亚硝酸 所以最好在煮熟之后 再吃这些东西 第三就是鼻气 鼻气也被称为马蹄 甘甜脆爽 甚至我们的喜爱 许多人都习惯买来之后 直接削皮吃 但其实鼻涕作为一种水生之物 更容易带有微生物和细菌 加上它的形状原因 这些微生物和细菌 游液渗透其中 无法彻底的清洗 所以建议还是煮熟之后 或者烤熟了再吃 最后一种就是淀粉含量比较多的蔬菜 比如土豆、山药、红薯 这些食物中的淀粉 如果不经过煮熟之后 是不易被我们身体消化吸收的 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所以以上几种蔬菜 一定要做熟了吃 以免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